花了蠻多 因为很久以前我就想说 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可以解决得了的话 以后延伸性就蛮大 以后你就不需要用人工的方式 不断去找 也就是不只是只可以找一个 可以找里面很多个 所以待会要讲的东西 难度是比较高 也许你现在暂时无法理解 你就是至少先知道 这个原理原则 怎么做 那首先第一个 我们可以拿什么 自算切割 拿这个来把它改成这个 因为其实基本的架构都一样 那有哪些地方不一样 我大概说一下 所以呢 这个地方程式里面 大概有几个地方不一样 首先的话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刚开始会多一个 S的变数 那预设值等于空的 这空的什么 因为我们主要是因为不只一个 所以不只一个的话 那将来可以把 找到的东西先放在这个S变数里面 然后呢 后面再加一个换行 换行特别注意 在那个Excel里面 如果你要换行 因为如果你没有折行 它会接在后面 OK 那我们后面可以用一个CHR10 意思是说10的话 意思就是它一个 等于是换行 换到下一列的意思 OK 那再来的话呢 开头部分的话 所以再来还有需要增加两个变数 两个变数什么 STAR1 STAR1指的是什么 从哪个地方开始 那预设的话 那预设的话 从头找 等于E的话 意思是从头找 也就是说呢 我们 找这个A或找B A的话是找什么 找这个前刮虎加上那个小鱼跟大鱼跟后刮虎 A跟B 其实都第一次都是从头找 那之后的话呢 当它找到之后要做什么 特别之后面会多一个叙数 就是把找到的A跟B的位置 记得把它加1 再把它写回去 什么意思 就是因为我第一次不是找到了吗 找到之后的话呢 那接下来呢 我后面要 就又不能从E 因为如果又从E开始找的话 那它就会又找到同样的位置了 所以怎么办呢 把它加1 意思就是说 你不要从这边找 你要从这个位置加1 从这边开始帮我往后找 那就不会找到这一个了 我会找到这个的下一个 OK 所以道理是这样了 然后把这个I star的这个 这个变数放哪里呢 记得 放在原来我们 这边Instreet本来只有两个 两个参数 一个是去哪边找 找什么 那这个地方会多一个变数 多一个参数在哪里 多一个参数在哪里 在这个Instreet的前面的这个第一个 OK 后面没有变 意思说呢 本来只有去哪边找 找什么 然后呢 多一个参数跟他讲说 从哪个位置开始找 OK 大概是这样 然后呢 他就会怎么找到的 第一次一定是找到这一个 那之后的话呢 就会往后找 找到一起找 找到没有为止 那所以找到没有为止 怎么跟他讲 所以这边会多一个什么 这个Do While的叙数 特别重要 Do While是写在这个地方 意思是说呢 当他一直往后找 当这个条件为True的时候 那就找做下面的事情 但是如果呢 这个条件为False 就是不是为真的话呢 那我们就是跳里回圈 就直接跳到哪里呢 跳到这个外面 Loop的外面下一行 就直行这一行 那这一行的叙数是什么呢 意思是说呢 帮我找找看 找什么东西呢 找这个钱瓜阿虎的位置 如果不等于零的话 不等于零 其实这个讲白话意思是说 不等于零 意思是说有找到 我们要找的资料的意思 那什么时候跳零呢 当他等于零 有没有 这个是不等于嘛 当他不等于零 意思是有找到资料的话 就帮我把那些资料 串在一起 输出 那反之的话呢 等于零 就是说没有了 已经找不到了 那就离开吧 他就直接把串接完的结果 丢到哪里呢 丢到我们指定的 B栏的ILEA位置 就把资料放进来了 OK大概是这样 那再来的话呢 里面我们大概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因为这个地方我刚刚跟各位讲过 难度真的是相对的比较高 可是也不是完全不能理解 因为主要是跟上面的差别 大概就是我刚刚讲的那几个差异 最后还有一个部分就是串接 什么叫串接 什么叫串接 我们在前一个范例吧 就是那个什么 取得那个什么中文英文数字 那个范例里面 就讲到自串的串接 就是怎么样 把它找到的东西 再串接什么呢 一个换行 对不对 换行 然后呢 丢给S里面去 所以他会把串接完 S等于什么 自己本身 再加上找到的东西 再加上一个换行 那他就串通 全部都把它串在一起 那最后的话呢 把串接完的结果 再丢到我们要的位置里面去 就会得到我们要的结果 大概会是有这些地方 跟前面不一样的 不过相对的 我刚刚讲过了 难度是真的蛮高的 而且真的差一个地方 你只要有个地方做错 结果就是不对的 那我大概让一下给各位看 所以你会发现 再一样 把它移到这边来好了 这样看会比较清楚 遮到这边好了 OK 那一样这边是清除的状态 那执行的话呢 他就会自动先找一个 找下一个 找下一个 知道呢 有没有 你会发现这底下 这个也是这一个 刚刚比较多的 好像是第十吧 这是这是两个 有没有 甚至呢 底下的话还有三个四个五个 也都一样可以全部做完 所以这个的好处啊 就是说如果你将来有 儲存歌里面你要找的资料 全部列出来的话 也就可以利用类似的 这个範本来做修改 另外有个地方 可能同学会比较 不容易理解的地方 就是在这个地方 就这边 各位有没有看到 这边有一个换行 有没有 换到下一列 有没有 主要是靠这个 end 换行 其实这个就是加一个什么 CHR CHR10 意思是说在这边帮我加一个 Auto加Enter Auto键加Enter 就是CHR CHR使的是内码 我们好像前面讲过 内码位置10 就是Return 就是让它换到下一个位置去 它就会自动换 如果你现在假如说 没有加这个东西的话 我先把它一样清掉 如果你没有加这个的话 我一样再跑一次 你会发现 差别在哪里 差别在这里 它就自动接在后面了 那当然一般我们 比较常常会需要 就是最好是列个清单 你不是说全部接一起 全部接一起 那就麻烦了 我要找个东西 所以呢 这个地方 我云端上也会有这个完整的程式 OK 那请各位试试看吧 那或者是说呢 你们可以找一个其他资料 OK 也许你可以模仿那个上学期 我们有讲过开放资料吧 有没有 像蠻多同学 蛮喜欢找那个 桃园市政府的开放资料 那你早早看里面 有没有什么你要找的关键字 然后一样把它列到这边来 想想看看有没有类似的东西 做一个模拟 那你主要是什么 拿来修改就好了 也许你可以拿 拿这个范本来修改看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